诗签啊憋得实在没辙了 熊找假诗签 在这厕所里找半天没有 真有点失望 转身刚想往回走 有人一拍他的肩头 跟儿跟儿一笑 诗签一转身就看了 正是假诗签 嘿嘿嘿嘿嘿 两人没说话 美人先乐一下 诗签一剥了脑袋 往左右看看没人压低了声音 伙计都把我击坏了 我正找你呢 是吗 我正等着你呢 我说伙计别等着了 现在管的宽 大战舌头那老头 这老头可太厉害了 看管的宽的意思 未必能赢得了他 我想请你帮兵助阵 这假诗签一听 摇了摇脑袋 我说霍家 我也帮不上忙 怎么 就凭你这么高的本事 也不能帮忙 原因你不清楚 这老头叫欧野成方啊 他练就一种特殊的本事 叫毒舍掌 他浑身上下都带着毒啊 你要打上他 你也得中毒 他打上你 你还得中毒 毒气归心 准死无疑 别看我有两下五八抄 我不敢打人家 打上我就得归位啊 十七二一听 那怎么办 有个主意 现在你就回去 告诉管别宽 先别打了 跟陆登云讲好了 三天之后再打也不迟 三天以后 那这三天干什么呢 想发破他的蛇毒啊 哦 那怎么个破法呢 有主意 你只需按我的意思去办 如此这般 这般如此 你比我聪明得多 想必有办法能达到目的 之前一听脑袋都疼 这里边闹了半天 有许多许多的机会 好吧 就按你的主意办 不过我说伙计 到时候你可得给我帮忙 你放心吧 有多大的牛 你就吹多大 天塌下来 我给拖着 不就尖了吗 好嘞 有伙计 你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不过伙计 之前就咱们眼的功夫 假时间是踪迹不见 有十千心说 这家这能力大的没边啊 真是来无踪去无影 按照假十千告诉他那话 他转身到了院里 你看 管地宽 正跟欧野城坊两个人打着 依然是欧野城坊占上风 管地宽是步步退让 不敢进屋 十千赶紧喊了一声 别打了 别打了 就这一嗓子不要紧 管地宽虚晃一招 跳出圈外 来到十千进前 欧野城坊陆登云等人 也收身侧步 闪退一旁 不知道什么事 这家十千一看 管地宽过来了 压逼了声音 我小兄弟 累够呛吧 这仗不好打呀 他浑身都是蛇毒 专身就完 是啊 我也想到这一层了 我说大兄弟 我看好汉不吃眼千亏 留着他的 放着咱的 三天之后再决一雌雄 不在这揍他 上擂台去揍他去 当众除害 但不知三天以后是什么意思 破他的蛇毒啊 不就这意思吗 有毒咱怎么打呀 毒给他解了 咱们就稳超胜券了 那你怎么能破得了他的蛇毒 天机不可泄露啊 我说大兄弟 帮忙 你就帮到底 送人送到家 现在咱什么也别说 跟我回电房去见宋头领 好好歇一歇 到了关键的时候 你再出力帮忙 好吧 就一例 管理官白记忠也只好如此了 再看时间 迈步来到陆登云进前 我路师傅 你请过来 我说几句话 嗯 之前有什么话好说 这话说的 我路师傅 今天晚上交手 看来我们是占了点上风 你不承认栽不行 有一个吐血的 对吧 再照这样打下去 你依然捡不着便宜 你看看 天快亮了 是不是呢 我看应该收场了 三天之后 在擂台上不见不散 你看好吗 去 为什么要三天之后 那你就甭管了 有本事 你跟我打赌机长 没本事 接着干 我也不怕你 陆登云不敢做主 请示前辈 欧也称芳 欧也称芳眨眨眨眨眼睛 他也知道 面对强敌 未必能讨着便宜 登云啊 就一塌 咱们有许多人受伤 也需要重新调整 三天之后 擂台上不见不散 遵命 知道了 一言为定 三日后 擂台上不见不散 好嘞 回头见 就这样 就这样 石仙和管地宽 离开老军堂 回转殿方 眼看到殿 眼看到殿方门前了 白忌中站住了 我师兄啊 我看我不合适去 见着这帮人我也没词 这样吧 我先告辞 三天之后 我再回来 别别别别 我你这人怎这样 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我们宋头领可好呢 待人十分仗义和宽厚 我那帮朋友 不管老的小的 都是好人啊 跟我走吧 管地宽没办法 跟着石仙 到殿方门前 天都大亮了 一进院 安藤娇周天亮 苗顺正好往外走 一看石仙迎面进来了 安藤娇赶紧跑过来 老西洋 你先拿去了 天亮了 发现你息中了 我赶紧禀报 雄头领 雄头领也大气一惊 派人分头找你呢 哎呀 把我们就议坏了 哎呀 我有我的事 哎呦 众人往后一看 这不管地宽吗 你们俩怎么撬在一块 小孩少要多嘴 宋头领在哪 在厅堂里听信 说话之间 石仙领着管地宽 走进厅堂 老少英雄俱在 一看石仙进来 呼啦潮全站起来 宋江就问 石仙 你哪儿去了你啊 你放觉不睡 你折腾什么 周光族也说 石仙啊 你太叫人不省心了 究竟发生什么事 嗨 一眼难尽呢 我先甭说 先介绍个朋友 我说三哥呀 认识这位吗 宋江上哪认识去 一看对面站着一人 年纪轻轻 面似银喷 见眉朗目 小伙长得贼帅 穿白挂素 更看出潇洒来 不认识 石仙给介绍 这位可了不起啊 姓管就管得宽啊 他管旁的咱不管 给咱帮了不少的忙 这是我一个 最过命的交情的 一个小朋友 哎 我说兄弟 这非是旁人 就是水不良山 一百丹八将的总头领 宋江宋公明 宋江强步其身 过来一功扫地啊 哎呀 壮士 多谢你从中帮忙 宋江 李过去了 管得宽 一礼相欢 头领 不必客气了 我来的鲁莽 望多家海韩 老少爷们 大伙好吗 都知道管得宽了不起 就没见过 得听说过 石仙安腾交周天亮 苗帅都做过介绍 一众人一看 石仙一晚上没睡觉 把管得宽 请来了 心里都非常高兴 就这样 分兵主落座 宋江问石仙 昨天晚上你哪儿去了 石仙把经过一五一十 讲迹 讲述一遍 什么都说了 可唯独没提那个假石千 这事他保密 绝不能张扬 宋江就一皱眉 呵呵 那么你事先为什么不打个招呼 还有三哥呀 我一个人足矣 何况有我兄弟管得宽呢 让大伙好好睡睡觉 养精许锐 有劲上擂台使去 做我一个人就可以了 宋江信说 这石仙还真长出息了 这能力还真不小 越来胆子是越大 石仙最后说 我说三哥 各位 我没经过请示 我可做了主了 不知道对还是不对 我跟金梅罗汉路灯云打了赌了 三天之后擂台上不见不散 今天明天咱都不用去 去他们也不能去 为什么不去呢 到处这个时间 去取宝药 这种药叫八宝金沙伞 八宝金沙伞 扶着这种药可以避毒 能避这种蛇毒 才能剩得了欧也称方 哎呀 这种八宝伞 到哪里去找呢 我已经做到心里有数了 我袖吞灵闻掐指一算 这种解药 落到镇南王方腊手中 方腊手下有个军士 这军士叫乌双剑客 罗燕超 罗老剑客 他手中就这八宝金山 把这种东西借给咱们 服用之后 咱就能解蛇毒 就可以取胜 宋江一周美 咱们跟方腊 速无往来 慢说方腊手中 未必有这种宝药 即使有 能给咱吗 这不等于没说 神医安道全说 总到两 这种八宝金沙伞 可是好东西 能避百毒 也慢说蛇毒 什么毒 他都能解得了 这是当时最好的 仙丹妙药 我也听说了 无双剑客 罗燕超 原来他们家 就开药铺的 老罗家 祖传的秘方 只有他家 才有这种解药 石头梁 你说上方腊那去去 方腊能给咱们 试试看呗 两天时间 在小制一礼 动之以情 不管怎么说 咱都是反对朝廷的 是不是呢 我讲方腊 那是个明白人 讲明道理 管他淘点药 这算不了什么 哪怕他提出点条件 咱满足了 那不就完了吗 不过可有一样 像这种大事 三哥呀 你必须亲自出面 我们说都没有分量 可我到哪里 去找镇南王 远在偏偏 近在眼前 我早就摸好了笔了 他也住在对松庄 跟咱一个镇子 住在大南头啊 大南头有一座方家老店 那是他亲戚开的 他的人马都株扎在方家老店周围 到那就能见着方腊了 好吧 那你说什么时候去何事呢 哎呦 抓紧时间 即刻就起身 我看这样吧 你呢 一晚上没睡觉了 打一顿睡 扬扬精神 管壮士也扬扬精神 一个时辰之后 咱再起身不吃 好嘞 简短结束 十千 跟管帝宽 到了后面空房 十千倒头便睡 管帝宽 坐到八仙桌上 五星朝天是闭目养神 就这样 就半个时辰 就解决问题 一夜的疲劳 一扫耳光 一个时辰过去了 两个人精神养得背足 书心一臂 来到前厅 宋江全安排好了 谁跟着去拜会镇南王呢 宋江 神医安道全 因为对药理 药性还全懂 别人是外行啊 十千跟着 管帝宽跟着 三小跟着 四老周同安良安国义 苗泽大头剑可邹锐 跟着 一共老少十三人 外面准备了十三匹快马 其他的人作为留守 起身赶奔 方家庄 不走街里 从外头转 一个呢 街里人多 熟人也多 行动不便 在外圈转 骑马也不算远 十千引路 那要说十千成万事通了 怎么什么都知道 他知道什么 都是假十千告诉他的 就这样 没费劲 就来到方家老店 大了大了 就这儿 老少十三人 把马匹带住 闪目观桥 方家老店 比黄家店 大出一倍来 怨强高大 也气派 往门上一看 有二十几人在这站岗 放哨 不仅如此 惊喜的人都能发现 在这殿坊的周围 大街小巷 有一堆一伙的人 看这些人 好像没事 实质 都是方大手下的亲兵卫队 在外头 担任警戒 为什么呢 因为他跟宋江一样 是朝廷的反派 这地方呢 又属于大宋朝的领土 归官方管辖 随时随地 官军 都可能掏他们 平时不注意怎么能行 因此戒备森严 宋江等人 从马上跳下来 牵着马往前走 来到方家老店门前 石家说 大伙儿等等啊 我说话 哎 弟兄们辛苦了 辛苦了 你还跟爹说 都认得石家 哎哗 这不是石头岭 水不凉不山的吗 正是正是 我说各位啊 我们打算拜会镇南王 烦劳各位弟兄 辛苦辛苦 给我们通报一声 呃 你知道我们王爷住在这儿 那当然知道了 呃 稍后片刻 容我们去通报 门上有个当头 转身 到里边送信去了 单说镇南王方拉 方拉带着五王八侯七贤十六郡 军师大帅 好几百号 从淮安一带来到山东 一路之上好不容易化妆改办 恐怕官军偷袭 哎 到了神州太安 目的是干什么呢 一方面 看看大宋朝的实力 二一个 艳路 仿插 民情 看看老百姓是什么情绪 对朝廷是什么看法 是感恩戴德呀 还是怨声哉道 然后坐在心里特有数 顺便呢 也想跟梁山的人接触接触 准备联手 跟宋朝干一张 要推到这无道的昏君 但这个方拉这个人比较骄傲 心里早盘算好了 我跟梁山联手不能平等对待 起码宋江得属于我的下属 得归我管 要不这样 达不成协议 他们也想看看水不梁山的实力 所以连日来并未接触 接着个早晨起来 他率领文武众臣 正在议论擂台的事 一边品茶 一边谈论 报室里进来 回王爷 回军事大帅 宋江十千 前来拜会 方拉把茶杯放下 身子往椅子靠上 一靠 心中暗想 宋江来了 我们俩没来往 他来干什么 这是百思不得其解 所以没表态 大帅无双剑客 罗燕超 点了点头 王爷 你知道他干什么来了吗 大帅你说呢 来求咱们来了 求咱什么 武士不登三宝殿吧 要不求咱 他才不来呢 那大帅你说 我应该怎么办 以礼相拜 见机而坐 然后咱再商议 好吧 来来啦 请 打了一个请子 宋江文姓之后 马匹交给手下的人 赶紧整理一贯 率领老少英雄 走进房间店 刚到二层院 方拉 率领五王八侯 七贤十六军 军师大帅等人 是列队应接 就说这么近 面对面的交谈 这是第一次 宋江一看 那方拉 堂堂一表 身高过丈 五大三粗 这人长得不错呀 够个男子汉大丈夫 身穿着一身便装 腰悬着宝剑 再往两旁看 一个个都是 气欲宣昂 英雄其来 宋江心里暗想 这会见到面了 有求于人家 人家能不能帮忙 这还在梁说着 心里是实在 没底 一 一 一 感谢观看